男人被法官误判入狱二十年后 刚刚出狱的第一天 在繁华的夜市 贪婪地审视着女人们 突然露出猙獰的笑 内心生出一丝阴谋 路过站台时 满屏全是音乐家的广告 她面色阴沉 疯狂地砸烂玻璃 然后抽出照片 狠狠撕了个粉碎 阿伟在琴行找了个工作 忽然听到优美的琴声 循着声音找去 看到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 这个女孩 就与前女友一模一样 她正正地看着 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激动之下 泪水经疯狂打转 女孩突然接到电话 仓促地跑了出去 是她的父亲来接她 而这个男人 正是广告上的音乐家 老徐 男同学不过是跟小雪打了个招呼 就遭到老徐满满的敌意 阿伟一路尾随 跟到了山上的别墅 小雪像犯了大错一样 惊恐地坐在钢琴前 而老徐则抽着雪茄 质问她与那个男生的关系 然后猛地抽出戒指 狠狠地抽打她 徐母跪在佛像前 根本就不敢阻拦 老徐越来越暴躁 一把将女儿扔在地上 他几乎癫狂 恶心地抚摸着女儿的手 他将小雪沾为己有 声称是为了保护她 小雪只能默默流泪 不敢有任何反抗 阿伟租了间破房子 远远监视着别墅 然后暗地里 偷偷地跟踪小雪 小雪正在练琴 老徐依旧在身后盯着 电话突然响起 是那个男生打来的 老徐瞬间暴怒 又开始了一顿毒打 阿伟监视了一切 愤怒地咬牙切齿 不久后 他将垃圾桶拖到海边 从里面倒出一个男人 然后举起石头 一下又一下地砸着 随着他大手一挥 尸体被扔进了大海 第二天 尸体被警方发现 死者的样貌指纹 都已经被严重烧毁 头部被石头砸得粉碎 可奇怪的是 死者的指缝与伤口中 居然完全没有泥杀 显然 海边并不是第一现场 死者口中有一枚钮扣 是凶手留下的 欣赏着女孩的照片 随后在钢琴旁 安装了一枚窃听器 警察来老徐家中调查 母女二人却极不配合 女人很不耐烦 一直顾左右而言她 而小雪则紧张地坐着 一句话也不肯说 可从她飘忽的眼神中 滑鼠显然察觉到什么 但她没有声张 而是随女孩回了房间 她故意说出所有证据 来获取女孩的信任 可却没有想到 阿伟就在对面 牢牢把控了一切 监狱里 她用笔刺入喉咙自杀 可谁知没死成 反倒成了哑巴 从那之后 她就开始锻炼 把自己练得像钢筋一样 在淋浴房 她浑身是血 抓起地露狠狠砸下 虽然被一刀刺入 但还是以一敌似 打得欲罢不住求饶 二十年前 阿伟因为奸杀罪入狱 可如今刚刑满释放 她就再次探上了命案 警察发现 死者除了小雪之外 曾经还有个叫阿云的女儿 二十年前 阿伟就一直尾随阿云 最后更是潜入房间 将她残忍杀害 华叔询问小雪 是否知道自己有个姐姐 小雪困惑地摇了摇头 可警察才刚下楼 高空就坠下一面玻璃 而扔玻璃的人 正是阿伟 他似乎有意暴露自己 很快就被警察抓获 华叔虽然怀疑阿伟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 而且从写下的回答中 找不出任何漏洞 没有办法 只能放她离开 阿伟戴上耳机 偷听小雪练琴 她似乎陷入美好的回忆 女人正在擦起地板 当问起阿云的事 女人却闪烁其词 在华叔密集的攻势下 她的心理防线终于崩塌 原来阿云和小雪 都是被领养的孩子 但华叔察觉到 两个领养的孩子相差18岁 要貌却长得一模一样 虽然她充满怀疑 但女人直接中晕 强行糊弄了过去 没有办法 华叔只能离开 在死者的家属口中 得不到有用的信息 警方的目标 再次回到阿伟身上 经过走访得知 阿伟年轻时 曾与阿云是一对情侣 根本不存在奸杀的动机 问过当年的组长才知道 阿伟是驱打成招 华叔察觉到 当年的杀人案 似乎是另有隐情 阿伟潜入华叔搭档家 将女警勒倒在地 可随即 他却拨通华叔的电话 放在了女警嘴边 当华叔赶来时 女警慢慢醒了过来 他的手中 多了一枚钮扣 这枚钮扣 居然与老徐身上的一模一样 这个证据表明 阿伟就是杀害老徐的凶手 华叔把他约上缆车 而这里 正是他与阿云约会的地方 华叔不断刺激阿伟 想要公布他的防线 可谁知阿伟竟蹲下身子 认真地查看起地板 随即就掏出客刀 试图刺入华叔的眼睛 一番扭打过后 阿伟抢到了手枪 他知道 缆车的终点处 早就布满了警察 于是几枪开出 打碎了脚下的玻璃 然后狠狠踹下 带着华叔一起跌落 他头也不回 亮亮呛呛地跑了 警察来到阿伟的房间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小雪的照片 而最显眼的位置 是一件少了两个钮扣的衣服 这样一来 阿伟坐实了罪名 可华叔却觉得 一切来得太过容易 更像是阿伟故意把证据 主动送给了警察 他靠近女孩 贪婪地抚摸着 脸庞 手指 甚至脚掌 一处也不放过 最后更是凑上去 亲了下女孩的脸颊 可随即 他就痛苦地靠在了床边 警察收到报警 急忙赶到女孩家中 可看到的 却是女人擦洗了地板 华叔站在阳台 突然想到了什么 用仪器检查过地面后 果然发现了血迹 这里就是老徐死亡的现场 如果母女二人是凶手 以他们的体格 不可能将尸体拖去海边 老徐的死因 再次成了谜团 现在所有证据 都指向了阿伟 但他的数次挑衅 似乎是为了保护真凶 从女人口中得知 自从收养了阿云后 老徐就一直控制着女儿 不许她跟任何人接触 后来阿云与阿伟相恋 并生下了一个女孩 而这个女孩就是小雪 老徐以为小雪是自己的女儿 一直没对她下手 但随着她不断长大 居然和阿云越来越像 老徐的战友欲再次爆发 癫狂地控制着小雪 男同学打来的电话 无疑刺痛了她的神经 于是不由分说 对小雪一顿暴打 争执中 小雪一把推出 竟直接把老徐推下了阳台 母女二人迟疑许久 才鼓起勇气往楼下看去 可地上却早就没了尸体 只剩下几条血迹 就在女人接受审讯时 阿伟绑架了小雪 她拿出阿云的遗物 挂在了小雪胸前 华叔赶到现场时 已经猜到了真相 她知道 阿伟之所以干扰警察 就是为了保护女儿 面对质问 阿伟没有回答 而是双手指向肩膀 无声地说了一句话 阿伟欣慰地一笑 随即就向后一仰 从天台坠落下去 华叔收到短信 是阿伟生前写的 在短信中 阿伟告知了真相 二十年前 她与阿伟热恋 并生下了小雪 但因为强烈的战友欲 老徐一直将阿云锁在家中 直到这天 阿云趁老徐醉酒 急忙给阿伟打了电话 可谁知老徐竟突然醒来 撞破了这一幕 暴怒中 老徐失手杀了阿云 于是便伪造现场 等待着阿伟上门 见心爱的女人惨死 阿伟抱着她放声痛哭 就在这时 警察赶到了现场 二十年后 阿伟终于出狱 当他第一次见到小雪 就立刻意识到 这是他与阿云的女儿 于是在对面租了房子 默默守护着她 在老徐暴打小雪时 阿伟直接冲进了别墅 可刚赶到 正遇上老徐被摔死 他立刻将尸体拖走 伪造了行凶的证据 为了帮女儿隐瞒真相 他将罪名全都引到了自己身上 在短信中 阿伟求华叔到此为止 毕竟真相对每个人都没有好处 他死前问华叔的话 是他有没有让女儿起过脖子 言外之意 是为自己没能陪伴女儿的成长 而爆汗终生 感受着这无声的父爱 华叔早已热泪盈眶 他决定放弃真相 不再继续调查 小雪找华叔自首 可华叔却没再追究 当女孩问起 是谁在暗中保护自己时 华叔拿出了一张照片 整部影片中 张家辉没有一句台词 仅靠精神的眼神和表情 就传达出了 父爱的深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